下面咱们再来说一说 对于这么一个人点关键点检测的项目 它的一个完整流程 以及在每一个细节上 它的一些优点还有缺点 那么首先咱们先从这个数据园开始 要做完要做好这么一个项目 咱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数据的问题 在这里给大家收集了这么一批数据 我们可以再回顾一遍 就是说咱们现在收集出来的这个数据 它都是一些人的正脸照 大部分都是一些正脸照 也就是说咱们的人脸 是在图像当中的一些中心区域 而且咱们来看 这个人脸绝大多数的图像 这个人脸都是一些比较正的 没有存在一些弯曲的现象 或者说一些遮蔽的现象 那么这个就说明了一件事 咱们的数据有些太好了 它没有覆盖出来一些其他可能出现的个例 个例咱们解释一下 比如说对于一个人脸来说 它是咱们的图像当中 大部分人脸都是一个比较正着的 那么咱们想一想 就是说当咱们在测试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来说 就是说出现一些测试的人脸 或者说一些歪着的人脸 这种情况下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咱们该怎么样做 才能够使得咱们这个检测的效果能更好呢 最简单来说就是说 为了能够应付咱们测试图像当中 有一些歪着的写着的数据 咱们在训练的时候 就要把这些情况给它考虑进去 那么咱们该怎么考虑进去呢 咱们可以对咱们现在的图像做一些变换 咱们之前就是说在制作三个阶段的数据的时候 咱们都使用了这种翻转的策略 对吧 把咱们的图像进行一个水平的翻转 那么咱们来想一想 咱们除了翻转还能做什么 其实咱们除了翻转 还能做一个事就是说 咱们可以手动的把咱们的这个人脸图像 进行一个小幅度的一个翻转 我们来看 小幅度的翻转就是说 我们可以偏 比如说正15度旋转 以及呢 负15度旋转 让咱们这个图像 稍微往右偏一些 或者说稍微往左偏一些 那么旋转完之后的图像 是不是就是说 给咱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便利 让咱们能够 让咱们的网络 能够去学一些已经翻转的图像 那么对于这些翻转图像 咱们还可以调节一些网络的参数 那么咱们网络之后 是不是说就对于这些 如果说咱们测试数据来了一个 斜着的或者是歪着的 那么咱们网络 也是能够找出来 对于这些歪着的 或者是斜着上 斜着的图像上的一些关键点的信息 就是说 为了使得咱们这个测试的时候 应用的范围更广 所以说呢 咱们在训练的时候 也需要考虑到这么一件事 那么既然咱们考虑到这么一件事了 所以说 咱们首先就要对咱们这个图像 做一系列的操作 那么这个是其中的一点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啊 其实啊 更常见的一种现象是什么 更常见的一种现象 就是一些遮蔽的现象 比如说呢 一个人呢 比如说咱们这是一张脸 他的鼻子 眼镜 鼻子没什么问题 比如说在嘴这儿 突然伸过来一个手 把嘴挡上了 或者说呢 对于他的脸上 他蒙了一层头巾 或者说这块 戴了一个眼镜 戴了一个帽子等等 就是说 发生了一些遮蔽的现象 可能说 把咱们所要想找到的 这五个关键点 给他遮蔽上了 咱们现在来说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项目 咱们只做五个关键点检测 其实呢 对于这个人脸来说啊 咱们可以做68个关键点啊 更常做的 咱们是做这个68个关键点 68个关键点都包括哪些啊 咱们来简单说一下 68个关键点啊 就是说 从你脸上 我们眼睛有一些关键点 然后呢 鼻子啊 这块还有一些关键点 嘴巴这块呢 也有一些关键点 以及啊 你这个脸的轮廓上 一圈啊 都是一些关键点 那么咱们想 对于这么68个关键点来说啊 是不是说 这个遮蔽现象就很严重了 那么咱们该怎么解决呢 首先来说啊 就是说 咱们既然有这个遮蔽的 遮蔽的现象可能存在 在咱们测试的时候 所以说呢 在咱们训练的时候 也希望大家能考虑这个事 咱们可以 人为的去找一些额外的数据 比如说这些数据啊 它都是一些 有些装饰的 带着眼镜的 或者说是戴着帽子的 以及呢 胡子特别大的 或者说 咱们这块戴个口罩的 或者说啊 有一些手啊 或者说别人的特点啊 以及啊 被其他的东西 给遮蔽现象 遮蔽住了 咱们又可以人为啊 去找出来这么一些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啊 其实也不用太多 但是呢 还是要有的 就是说 让咱们网络啊 能够去学习到这些状况 那么这些数据啊 其实去找啊 并不是很容易找 那么咱们可以去 自己爬一些 那么一旦涉及到 咱们自己去 爬一些数据的情况下 比如说 我就找一些戴眼镜的 戴口罩的 咱们可以上百度图片啊 或者是谷歌图片啊 或者是一些 福利克图像裤的啊 咱们可以去搜索一些 戴一些口罩啊 戴眼镜啊 以及啊 一些其他可能 发生遮蔽线的图像 咱们自己给它爬下来 对于咱们自己的爬下来啊 咱们再自己手动标注一遍 那么这样 会给咱们的测试数据啊 带来很大程度上的准确率的提高 因为啊 这时候咱们的测试数据啊 就不光考虑到 咱们现在这一点了 咱们现在可以说 咱们的数据啊 都是一些比较纯净的 大部分呢 都是一个人的正点 没有一些角度的翻转 以及啊 一些遮蔽的现象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希望大家 呃 还是 就是说 一旦来说 咱们的测试效果不好啊 首先 咱们要考虑的第一件事 就是说 数据里是否是否存在 没有把所有 没有把所有可能的场景啊 都考虑到 咱们啊 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考虑的情况 都加入进来啊 咱们希望 加入更多 诶 可能发生一些扭曲 或者遮蔽现象的数据 虽然说 这个数据啊 会对咱们的网络 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是呢 不至于使咱们的网络 发生了一种过你何的现象 也就是说 咱们的网络啊 不光能够预测出来一个正点 歪着的脸 遮蔽的脸 咱们都能预测到啊 让咱们的网络啊 主放性更强一些 这是咱们第一个要说的问题 那么咱们再来说 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咱们数据的量这个问题啊 咱们这里啊 大概是一万多张图像 变化完之后呢 大概是三四万张 那么其实啊 我做过一个大致数据 就是说 三万张的数据 和十七万的数据来说 准确率相差的并不是很多 也就是说啊 当然数据是越多越好的 但是啊 一旦咱们的这个数量 达到个三四万 和七八万来说呀 就是说 你多个再多个三四万 相对来说 准确率的效果 没有提升太多 那么也就是说呢 大家用这个数据啊 就是说 一万多张数据 来做这个事 完全足够了啊 如果说大家比较了 咱们就拿 我给大家提供好这个数据 来做这个事啊 就完全可以了 如果说大家要实际的 做一些工程项目 咱们也可以实际的对比一下 其实呢 就我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做的东西啊 还是蛮多的 人点检测 人点关键点啊 还有一些服装关键点 以及啊 很多种检测任务 我都做过一个 大致的啊 就都从数据量上 做过很多实践 也是啊 有很多同学啊 近期啊都在问我 就是说 老师啊 到底说我拿一万的数据量 和拿两万数据量 能否相差太多呢 嗯 可以这么决例子 如果说你一万的这个数据量 已经难 那已经可以达到95%了 那么你两万的数据量 不见得就能够使得你达到96% 因为你现在效果已经比较好了 但是呢 你现在一万的数据量 就是说一万数据量 只能够达到个百分之七八十 那么你两万的数据啊 可能会使你达到个百分之九十啊 这个东西啊 大家就自己考虑了 如果说你的现在的效果已经很好了 其实呢 就可以不用再从数据量上 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再多数据量 对你的准确率啊 也不会提升太多了 除非是有困和这个现象 好 那么说完这个数据啊 咱们接着来说 咱们对这个数据啊 先做一件什么事 咱们是不是说 在这个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还有第三阶段 先要把咱们的数据啊 转换成一种HDF5的格式 也就是说呢 咱们接下来啊 要做一个多label问题的 咱们使得咱们这个网络啊 预测出来结果是十个啊 十个值五对坐标 而不是说啊 一个简单的类别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咱们使用了这个HDF5数据源 对于这个HDF5数据啊 咱们就不再拿那个代码看了 其实啊 也是很简单的 咱们啊 直接是导进来这么一个 批判一处这个包是吧 然后呢 掉这个包啊 咱们来做这么一个事 那么其实呢 就是说 要给大家说的一点 咱们在自作HDF5的时候 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么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啊 咱们其实啊 咱们的这个算法 一个核心的点在哪啊 咱们的这个核心点 是不是说 咱们对这个数据label 做了一个变换啊 比如说 原始数据label 是相对于咱们这个 大的图像 就是说 外面这个大框 它是一个坐标值 咱们是不是说 对这个坐标值啊 进行一个转换了 咱们给它转换什么了 咱们给它转换成了一个 相对人脸框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 这是左眼睛 这是右眼睛 这是鼻子 这是两个嘴 咱们是不是说 把这五个坐标值啊 都转换成一个相对位置了 比如说左眼睛 是相对于这个 人脸框的一个位置 是吧 咱们不光转换成一个 相对位置 咱们还考虑到了 咱们这个人脸框的 一个长度 还有一个宽度 对吧 把这些因素 都考虑进去了 也就是说呢 希望大家啊 在咱们之后啊 做咱们这个数据员的时候 一定先想清楚 这样一个问题 我用什么样的label 来表示咱们这个问题啊 更符合实际一些 比如说呢 咱们这点 为什么要转换成一个相对位置啊 咱们基于什么样的条件 咱们是不是说 人脸 对于人脸 关键脸来说呀 这个人脸 比如说左眼睛 左眼睛大致来说 就在咱们图像的一个 左上角区域 右眼睛就在一个 右上角区域啊 鼻子就在一个中间区域啊 咱们是不是基于 这样一个假设呀 那么既然 咱们有这样一个假设 来支撑着咱们这个算法 所以说呢 咱们这点 就可以做一些 小的改变 咱们把一些绝对的坐标 改换成这种相对坐标啊 可以使得咱们最终效果的 这个检测率效果 发生明显的提升 如果说大家不信这点 咱们也可以实际的 把这个代码稍微改一下 稍微改什么 只不过说 咱们不加这个坐标变换 这个事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你不加这个坐标变换 直接把这个图像输入进来 咱们来看一下 用绝对坐标 以及相对坐标 它的一个效果会相差多些啊 大家如果说 想动手实际去看一下 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啊 如果说大家肯花这个时间 不妨 咱们就来试一下 两种坐标的变换 对于最终的结果 到底能产生多大影响 其实呢 可以告诉大家 有多大影响 大概十个百分点左右吧 那么这个十个百分点啊 可以说是不多也不少 是吧 以往多了说它挺多 往少了说啊 它也不少 那么所以说 这十个点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重要的啊 也是不容大家忽视的 那么这是咱们作为第一步 也就是说 咱们要对咱们的这个坐标啊 做行一个相对转换 然后呢 咱们还做一下什么事啊 咱们对这个图像进行预处理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说 对于图像来说啊 咱们要 比如说啊 这个x是咱们的图像 咱们要进去 减去一个x的均值 然后呢 再处上咱们的x的一个方差 咱们做了这样一个数据初始化操作 对吧 把咱们的所有数据啊 进行了这样一个标准化操作 那么大家可能问题又来了 就是说 我做不做这个标准化操作 对于我最终的结果 到底能有多大影响呢 那么可以说啊 这个影响相对来说啊 就比较小了 可能说 如果说 这个 如果说咱们做了这么一个作用变换 能产生咱们十个点的准确率的影响 那么咱们做这个 做咱们这个标准化 对咱们最终仅有影响 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了 可能就是一个百分之二左右 甚至来说呢 也就是个百分之一左右的 甚至啊 也可能没有一些影响啊 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实际 等会去看一下 那么可以说啊 但是咱们为什么还是要这么来做呢 这么做啊 就是说 基于了很多论文的算法 如果说大家对这些 现在流行的论文啊 都是一些经常翻阅状态 咱们也可以看 很多论文啊 都提到这么一点 他们在对这个数据做处置化的时候啊 经常会做这么一个标准化的操作 即便啊 他们不做一些标准化的操作 他们也会做一些 凌均值啊 或者是一些小幅度的改变 也就是说呢 不管怎么样 都要对数据啊 做一些相应程度上的一些处置化的操作 那么可以说啊 这种标准化的操作 是做的更常见一些的 标准化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原来的数据啊 可能这样分布的非常乱 对吧 我们重新拿一张图来画 比如啊 原来数据分布啊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呈现出这样一种规则 分布比较乱 那么咱们啊 做完标准化之后 可能什么样呢 做完标准化之后啊 它就可能是以 零为均值 就是说 它在这么一个幅度上进行变化了 咱们给它的变化的幅度啊 缩小一些 减小一些啊 个别值 对于咱们数据影响 这种情况下呢 一般来说啊 都会使得咱们的这个准确率啊 发生一些小幅度的增加 可以说就是说 原来呢 可能某些像素点 对于咱们的图像 产生较大影响 那么现在来说呢 咱们把这些像素点 给它规一化 不能说规一化 给它做这么一个标准化 给它降到了一个小幅度 小幅度范围内 使得呢 咱们这些像素点 对咱们的最终结果影响 相对来说平均一些 不像咱们之前啊 这个数据来说 有的像素点 对最终结果仍然很大 有的像素点 对最终影响结果就很小 咱们想取消这样一种差异者影响 所以说啊 咱们这个图像处置化的时候啊 咱们做了这样一个标准化操作 那么这个操作也是非常常见的啊 咱们在很多论文上 也都能看到这样的操作 那么这个啊 就是说咱们在对这个数据层面啊 咱们在做这个HDF5数据的时候 来做了这么一件事 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 就是说做这个HDF5的这个数据啊 咱们刚才是不是咱们之前是不是说过啊 就是说要把做好这个数据啊 放在一个.txt文件里啊 咱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呢 对于随便啊 咱们来举一个例子 咱们是不是说 这有一个txt.txt啊 有一个test.txt 咱们在这里呢 写上咱们有几个HDF5文件 咱们把它录镜啊 写在这里吧 对吧 那么咱们来想一想 咱们啊 为什么要这么做 也就是说呢 咱们通常情况下 不把所有数据都装在这么一个.h5文件里啊 咱们比如说 现在有十万个数据 咱们希望把这十万个数据啊 分装在不同的 比如说分装在十个 这么一个.txt.h5文件里 为什么咱们要这么做呢 一方面啊 就是说分成多个 能够使得咱们在网络读取咱们数据数 更快一些 另一方面啊 就是说 如果你都放在这么一个里啊 会使得你整个网络训练速度 相对来说发生的速度 不是发生的速度 就是说 会使得你网络训练速度 相对来说比较慢 那么这个东西啊 也是大家通用的做法 就是说 要把一个大数据啊 分成几个小块 每一个小块呢 做成这样一个.h5文件 然后呢 咱们用一个txt的文件 去存这么不 存这么多个.h5文件 那么大家 现在问题可能又来了 比如说 对十万个数据来说 我要给它分成 多少个.h5呢 一般来说呀 也就是说 看大家的一个 看就是说 这个也不能说 是我的一个推荐值了 就是说 我也是啊 看很多的前辈 很多的一些高手啊 公司的啊 以及一些学术作者 他们怎么做 他们一般来说啊 就是八千到一万啊 这东西啊 也是我跟别人学爱了 嗯 普遍的大家做法 就是说八千到一万 咱们就设一个.h5 比如说 你现在有十万个数据 那么你就可以做 十到十二个 这么.h5文件 比如说每八千个 做成这么一个.h5 再八千个做成另外一个.h5 那么对于所有的文件来说呢 咱们做成了多个.h5 在咱们这个.tit里啊 把多个点 把多个这么.h5的文件的路径 写到这么个tit里 把这个tit呢 输到咱们这个 网络的数据员当中 咱们就可以来训练 咱们这个卷积神经网络了 好 这个就是咱们 关于数据员的一些 嗯 需要讲的一些东西了 谢谢大家